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2022年一半過去了 沒有錯 不知道你今年的計畫完成了多少呢? 今年是我們慢慢從疫情當中走出的一年 也是好萊塢電影復甦的一年 去年底有《蜘蛛人無家日》延續到今年 目前已經累積到全球19億美金的票房成績 然後還有蝙蝠俠 捍衛戰士獨行俠 算是成功救起了電影院的生意 在《小小兵2》上映之後 這些因為疫情而延宕的電影也都全部出清了 電影市場看起來是即將要回歸到他原有的榮景了 希望我的頻道也是 但是這半年也有一些電影是讓人失望的 我在這裡選了其中的五部要來跟你們聊聊 我不知道你們中了幾部 不過當然什麼樣的電影都會有人喜歡 也會有人不喜歡 今天這五部可能也會有你很喜歡的電影 那也沒有關係 或者我少了哪一部你看完之後覺得很失望的電影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因為這支影片本來就是要講壞話的 所以我今天的用語會比平常來的惡劣一些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然後你回到我們 第一部《尼羅河謀殺案》 這部今年二月上映的新片是 肯尼斯·布萊納爵士再度自導自演的 《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續作 可惜這部電影的劇情節奏奇怪 原作中的支線被刪減 而且主角情欲橋段很粗細 浪費了蓋爾·加朵的魅力 還有加入政治正確的改編讓人無語 配角們像是人形立牌的功能性角色 還有那些讓阿加莎·克利斯定的 書迷傻眼的白羅愛情故事 第二部《金牌特務》 《金士曼起源》 這部電影其實是2021年12月30日在台灣上映的 但我也把它歸類做今年的電影 這部《金牌特務》系列電影的第三集 也是前傳敘述了一戰期間 《金士曼》這個特務組織是如何成立的 電影當中有太多的歷史故事 太少的動作場面 最終決戰的打鬥設計也缺乏亮點 跟《金牌特務》第一集 因諷刺特務電影而成功的這個風格 有著明顯的差異 第三部《摩比斯》 今年4月上映的《摩比斯》 被定義為《蜘蛛人宇宙》正式成立的電影 雖然有著奧斯卡得主 《Jay Leto》的性感演出 可惜《摩比斯》有著漫改電影最老套的劇本 還有一段史上最糟糕的隱藏片尾 甚至預告片中讓人期待的內容 都沒有出現在正片 正派與反派之間的衝突點讓人看不到 而且一堆抄襲開戰時刻的畫面 還有配樂 完全無法讓人理解這個角色起源電影 想要表達的內容 第四部 《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 這是魔法世界電影的最新一集 也繼續消耗著大家對《哈利波特》的熱愛 虐待動物的巫師選舉讓人傻眼 角色的《紳士之迷》也提不起大家的興趣 整部電影有一種故弄玄虛的感覺 沒有建構起一個真實有力的故事情節 換角之後的反派有點人設崩塌 減少了上一集讓人詬病的感情戲 反而更顯空洞 第五部 《巴斯光年》 這部皮克斯在上個月推出的動畫新作 是他們的第一部動畫電影《玩具總動員》中的人氣角色《巴斯光年的個人電影》 可是電影的設定上面過於低齡 後段的角色平面甚至讓人不耐 相當的可惜了大家對《巴斯光年的情懷》 乏善可乘的情節沒有辦法說服成人觀眾 但應該還是可以讓小孩說服他們的爸媽買玩具給他們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不知道大家是在家裡面看串流還是去電影院看以上這些電影的呢? 不管你喜歡或者是不喜歡這些電影 都希望你們能夠找到自己喜歡的電影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和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鑿魚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